首先來關注香港局勢 因為美國眾議院將在週二 討論香港民主和人權自由法案 週一晚在香港遮打花園會集的集氣大會 超過13萬港人參加 將中環一帶擠得水瀉不通 僅此是進蒙面法之後首個被批准的集會 現場吸引了數萬民眾將遮打花園擠到水瀉不通 入院後 遮打花園化身為登海 附近一帶都被人潮擠爆 雖然警方要求參議者不能蒙面 但不少人仍然戴上口罩 以示對推進蒙面法的 現場人士高唱讓榮光歸香港 以及高叫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香港人反抗等口號 也有人帶同美國國旗到場揮動 呼籲美國人道救援 香港的抗爭是正在升級的 而這個升級的原因 正正就是因為警察和政府對民意的漠視 警察濫捕不斷升級 以至抗爭者所需要採取的手段都不斷升級 但我們都希望透過今晚的集會 提醒我們國際的盟友 其實香港人仍然是願意透過不同的和平理性的方式 都去表達我們的訴求 今日的集會這麼多人就正正表現了我們和理非 和勇武的抗爭者是絕對不會分割 會繼續一起抗爭 看到香港人現在面對那個政權越來越大的不公 和香港人這麼大的決心底下 我相信那些相關的議員也都有機會考慮加勒 但是對香港一些侵犯人權和民主的做法 對相關的官員不論香港和大陸都要有一個制裁的作用 今次集會是為爭取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 包括重新審視香港的獨立關稅地位 以及制裁侵犯香港人權和自由的中港官員等 大會公布共有13萬人參加集會 新唐人記者梁珍 宋碧龍 香港報導